天气预报呢预报昨天晚上我们当地呢就有雨加雪开始下了 结果呢昨天晚上也没下 今天白天告诉说今天白天一天也都是雨加雪 结果也没有下了下得很小很小的 结果下午还出晴天了 太阳都出了 我和大叔俩就是说决定过来把这个院的这个暖棚收拾一下 这个暖棚是我和大叔俩来的那年就打的这个暖棚 为了这个取暖吗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也住的也是这套房子 这一会儿呢就是五年了 2020年盖上的 2021年盖上的 四年了 2021年盖上的 时间过得很真快呀 经常看我视频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家每到冬天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鸡鸭鸽搁到这个暖棚里头来养 那个 这也好几年了 这个鸡啊 把这下边刀的 全都是点的 看大棚上边全是点的 但是还没有破 有些地方就破了 你看那边严重的地方就也坏了 今年说不将就了给这鸡好好收拾 到把这个把这块一定要好好收拾好了 省着鸭鸭它们冷嘛 在这里面也是 也防备红楼鸭它进去给刀了 对 我们当地还有什么 还有大老鼠什么的也不行 反正这鸡都是大鸡还行 要不然的话 有那个大一点的老鼠也会 也会把这个鸡吃了 但是大鸡没事 小鸡不行 反正冬天嘛 就要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 我们两个现在 到什么时候做什么 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了 地里的那个菜呀 基本上也都差不多了 其实地里头现在就是还有一些活没干 大春也说了 好天气还有一个星期 中午休息时候跟我说 还有一个星期 它都安排好了 我俩能干完这活 在就是下大雪之前 天气变天之前 我们家的火呢 也能月亮的完成 所以就行了 你就不定了 干完这些活呢 就可以休息休息 可真的需要休息休息 其实现在想一想 当时盖这大棚的时候 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这个大棚 如果要是那个时候 好像是让人家来给盖的时候 大概要花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啊 好像至少得八九百块钱 一千块钱那样 完了呢 大春看一看 因为有这个临厂有 有的人家就有这大棚 大春就去看了看 他回来 他就说 我能做 那个时候我们也刚来临厂嘛 我说能做 他说能做 完了 他就自己就准备的材料 上下边就把这算好了 材料是多少 用多少根 钢筋那什么的 他就买回来了 完了 这个大棚呢 就是我们两个自己做的 自己做这个棚嘛 第一省钱 第二那个就是料吧 那个壁还厚 我们这个大棚 好像用了四百块钱 是不是说 对 四百多 就用了 其实当时跟我说 大春说基本上省了一半多 那之前 花了四百多块钱 可能是就做成了 做成了像大春说的似的 就是这个材料非常好 不像就是他们给做的 那个大棚子 就是这个钢管 就是那个 那个非常薄 我们这个就可厚了 可硬了 就是那样 我要没计算的话 就是窝的那个圆啊 还都我们自己窝的呢 那个 那个还是那个刘哥帮窝的呢 我买那个房子的 我住那个房子的 就是那个刘哥帮的 我们俩把这个钢筋 正好那天我们俩要窝这个 完他来了 他就帮我俩 看他就磨了 帮我露一下 其实世上无奈是 只要有心人 有心做吧 都挺好 都能完成 把这个大棚收拾好了 完了再把那边那个杖子 也给他收拾利索了 那天我俩看了好问题 哎呀 最后也想出来办法 解决的方案了 但是暂时还干不上 就先放那了 把这大棚收拾利索先 这块一根 那个一根够了吧 那所以你看两根吧 还会不会还太糊的 但是就是大棚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是欠考虑了 就是这个大棚 一刮风的时候 这个下边就是这个没有压树条 它就会呼到他总响 这回就又给它压树条 它就不会响了 完这样是这个布也结实一点 这个是肯定得上的 先把这个上上完 那不行那会那边上两根 密点 省着它那个 它不都可以借力吗 省着老响 是不是 可能也没啥带它 没太大关系 你看 也会响 它这一挂风 全鼓起来了 大家可别小瞧这暖棚 这暖棚的作用可大了呢 就是我们刚开始来的那人 就在这个地下 就在 就在这一块嘛 我们给它刨出来一个菜园 就在这块底下也是种的菜嘛 这个这块现在还是这样 一会儿我打算都 都石砖给它铺上 就这一块 当时我们种菜呢 就是也是一个暖棚 这里头就是非常暖和 冬天的时候像这种天气 只要有阳光嘛 这里头 哎呀就水是不动的 就也非常好 嗯 就是 我就当时来的时候 我就也觉得 太有意思了 就是 就是大家都想尽了一切办法 就是来取暖嘛 因为我在农村生活 在乡下生活 也是还是比较少 就是土生土长在城市 所以当时就觉得 这暖棚能怎么样 大叔说必须得盖 结果我们俩就在这 也是只住了不到一年吧 住了大半年 结果就是这个暖棚也盖了 就是说 利用率当时 我还说 我说也不高 为什么要做 他说必须得做 就是这样的 完了就做 其实现在你看做成了 确实也蛮不错的 就是 每年冬天 这个鸡鸭额 他们在里面呢 就是 早早的 他们就会下蛋的 就是我感觉啊 就是比一般人家的鸡呢 就是说下蛋都要早 因为它不冷啊 它那个自然它下蛋 它到时候了 它自然它就会下蛋 所以它那个 这个暖棚 我们俩感觉真的挺好 再说也放心 放到这里头以后呢 晚上就是说 过来喂一喂完了 就不用说再捐他们了 就一遍就可以了 我们俩还是蛮省心的 所以这大棚 总的来说 利用率蛮好的 还有就是也保护这个房子 就是像这房子 这个边上 也保护这个房子 像这房子 就是这个边 它就不会那个 下雨什么的 它就不会直接到这块呢 好 它那样和大车长也给揉起来 打算都休息 生活虽然普普通通 但也要乐在其中 我和大车长 又开开心心的 又一天挺好的 还有成绩呢 今天的成绩蛮大蛮大的 上午它收拾车库 我收拾这一小棚 下午呢 把这个外边塑料布弄完 哇 今天成绩又这么大 晚上回家看一个经典纪录片 这两天天天看经典纪录片 哇 看得老郭瘾了 能上瘾了 努力努力 再努力 天都要黑了 这直接上了两层 贝老婆 原来的一层 这回上两层 三层 完活 收工了 回家做晚饭吃了 好 好